我現在要去兩間超市 我現在要去煮沸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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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現在要去煮沸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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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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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午茶時間來沖一杯野飲 我最近很喜歡喝這款野飲 叫做Casis Milk 通常是居酒屋才會喝到的 但不是每間居酒屋都有 要看菜素 最近我學會了怎樣沖 首先要有這瓶黑加輪子酒 好像是 再混合牛奶 倒一點 再加幾顆冰 然後加牛奶 沖出來的顏色會有點紫紫 再加一顆士多啤梨在旁邊吃飯 先試一下 雖然有酒精 但因為加了這麼多牛奶 所以其實是不會醉的 如果我不太吃飲酒的朋友 真的很推薦 再加了士多啤梨果肉 我是不是去了cafe 現在來做肉籽燒 這次就做明太子肉籽燒 首先把明太子畫出來 把明太子畫出來 鋪在底部 然後再加三隻蛋 然後再加三隻蛋 用廚房紙擦均勻 牛油 因為明太子本身是鹹 所以這次的蛋沒有調味 分三次下 然後把明太子放在底部 然後把明太子放在底部 然後開始由上向下卷 倒第二次蛋 倒最後一次蛋 好 接著又是卷 固定一下形狀 然後旁邊擠一下 因為旁邊有些蛋漿未熟 這樣就好像榴槤卷 放在這裡攤冷 一會再切 現在就來炒青瓜 青瓜已經批皮了 有人會像我這樣 青瓜不是生吃 或者做沙律 是用來炒的 炒完之後真的很好吃 這次我打算 用櫻花蝦來炒 之前炒過給粉絲 他們都說 原來可以這樣炒 很好吃 炒出來的口感 有點像脆肉瓜 這個是普通燒市都買到的 櫻花蝦 剩下一點點 這次又打算加全部 炒一炒香的蝦米仔 之後就可以加青瓜 其實如果有蒜頭 可以加蒜頭 不過我經常都覺得很懶 我覺得切蒜頭 切薑很麻煩 然後就可以加點水 炆一炆 其實炆到它軟軟的就可以了 現在就煮這個 什麼地中海豐的魚介 但是... 也不知道什麼 如果大家有看我們 最近去Glamping那一集 就吃過這個料理 我覺得這個魚真的超好吃 他用了橄欖油 和配這個醬汁去煮這個魚 煮完之後這個魚真的非常入味 想不到超市都可以買到這個醬 真的開心 首先他說要先煎魚 這個是鯛魚 首先加一湯匙的橄欖油 這個時候就加上那些橄欖子 蓋上蓋子煮五分鐘 這個時候看看青瓜已經OK了 再加一點鹽 然後炒兩炒就上碟 好香 之後就加一些小蕃茄 千里奇 這個就是我們去Glamping那時候吃的 是啊 嘗嘗 這麼厲害 這個醬汁真棒 下次也要買 買幾包來做全鍋 平時對人回來大概八點幾九點 有時候煮飯之前會煮還是便當 有時候剪片子太專注的話 就會吃完飯再去煮便當 然後洗碗就十點幾 然後再收拾東西 洗澡 通常都十一點鬆一點 所以我一到晚上的時間 就是很快過 非常忙碌 那今天我的生活 大家都看到八點 之後洗碗 洗澡就不拍了 因為都沒什麼好拍 那今天的分享就到這裡 我們下條片再見 拜拜 再給我吃再吃 好喝 我的蛋餅很美味 這個